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股評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看今天的市況方面 港股也算是有些考輸了A股 因為A股收報3,095點升20點 都逼近3,100點的心理關口 但港股方面比較差 現在跌225點 跌28,826點 今天總算是29,000以上 在高位也有很大的沽額 又是近前領291的位置 雖然我傾向簽完貿易戰第一階段協議後 純粹有些獲利回套的沽額 但如果指數要買上 也有些人會進取一些購買上 但如果指數方面再看上 我猜應該要先突破了29,100點 雖然現在下跌 但你問是否會看下跌呢 我會先看下287點 這樣吧 其實狀態就是 29,100點是上方 28,700點是下方 其實近期的上落不算很大 恆指方面 大股市不算很大的指數上的上落 但也有很多移動的股份 只是在成交額榜上 已經有一隻東陽光升近19% 中午看過了 因為炒這個流感概念 以及大量採購三隻中了標 很厲害 另外升得多的是 中國生物制約升5% 中油升3% 中移動升3% 中芯升2% 下跌多的是 世貿已經配股 跌5%上榜 還有銀魚跌5% 吉利跌4% 融創跌3% 其實中午看了一些 抗疫概念股 除了藥股 除了抗疫的板塊 除了因為今天這個抗疫 因為疫情爆發 開始炒一些抗疫股 都可以跟進幾隻 剛才看過 除了東陽光藥 還有874 白雲山 還有570中國中藥 這幾隻都可以考慮抗疫概念股 不過東陽光藥來說 雖然其實業績也好 還有再加上 都不只是炒抗疫因素 還有就是它有三種藥 在大量採購中中了標 但是你看它那個 現在走上來說 當然大家可能都覺得 大量採購中標 是不是會升兩成那麼多呢 所以不多不少都是炒疫情的概念 不過現價就佈49.75 我今天都說 如果真的要追 都要站穩了49.8% 現在似乎就未必可以了 有機會的 也有少許時間 所以就給他一點機會 但是如果未有 我覺得都是比較適合 看一看 除了若股當中 其實除了是因為抗疫 其實兩隻藍籌若股都有升 但我覺得它們升 主要都不是關於抗疫因素 其實如果你說抗疫 你覺得是比較概念性炒作多 都可以留意一下 今次的金輪大量採購的結果 會不會有一些受惠 兩隻藍籌若股都很出名 其實是經常都關於大量採購市 現在就在善間的榜上 兩隻都升得多 剛才也有提到 就是中國生物製藥旗下 正大天程都有中標 所以今天都升得厲害 接近5%的升幅 就是這樣 12.32 看回走勢 其實兩隻藍籌若股都有破位 相對中國生物製藥 就破得再多些 這裏就是12.2 就是它突破前頂 算是雙頂 如果待會收市之後 是繼續站穩的話 我覺得其實如果有意 或者是有意 可以考慮買入 除了你說中國生物製藥之外 當然我覺得暫時是短線 我一向都說對藥股比較中性 對於今年的看法 其實去年都升得挺多的 另外就是1093石日 都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今天有消息說 它是有中標 今次有份以一個低價中標 就是一個白蛋白紫心唇 降幅也挺多 降幅68% 但是現在始終有幾隻藥中標 除了剛才那隻 還有就是阿莫西林膠囊 阿祺分數片等等 有藥中標 對於大約期來說 總算是可以以量底價 其實就爭取更多的一個中標 就可以擴大那個市佔率 其實始終都會有好的情況 當然 你說會不會擔心它 降價降得很厲害 現在就看見 其實上個星期已經開始先行升 可能很多時候 出這些大量採購消息出來之前 市場就很擔心 但往往很多時候 擔心的時候會超跌 反而會升得更厲害 不過今次又不算很厲害的超跌 因為都可能未必那麼敏感 現在很習慣這些 事情 所以未必那麼大反應 但其實它也是破了位 現價19.18 就是突破了18.92 也是一個12月時候的橫行區間頂 除了兩隻藍籌若股 其實也有不少的若股 是有表現的 包括有2359若名 其實也是破位的 上個星期就看過 若名生物 也是子母公司的關係 兩隻若名都很厲害 若名生物早前 是投資了德國的一個廠 看見幾隻都有不錯的表現 至於其他都可以彈的藥股 包括康熙樂生物 是6185 上個星期也有看過 這裏還有1513 泥珠醫藥 不過有些升幅 就減慢了一點 還有2696 復宏漢林 又開始在低位的反彈 現價是1.6毫半 剛剛突破了41.5 今次看看是否有望見底 不過我覺得現在又是未收市 而且是很接近位置 最好是否收市站穩 才可以確認突破 另外跟進5G概念 也有很多炒作 包括2342的輕信通訊 現在升了12% 763中興升1% 今天也有5G消息的數據 說今天很多機站的建設 數據不錯 WangWangC說 2342兩個半有貨 上網看多少 現在2.8毫七 兩個半有貨 不是上星期追的 哇 上星期升這麼多也有追到 現在2.8毫七的話 其實我看回3元左右 其實相差一點 我想他都會想上去試試 3元 其實如果你有5G的話 反而763中興 我近期又是比較留意的 不過他今天就沒有 那些經信通訊這麼厲害 現價就29.7 現在其實 因為上星期又是升得多 也收29.3毫半 上星期的時候 也會有人問有沒有追 其實我覺得 他站穩了一個突破 就是27.2 那就是4個高位 27.2其實站穩了 我覺得就算 你說就算 今天其實都有去落過的 今天就是低見29元 你說如果回 上星期升得多 其實今天就算回回一些 都還算可以接受的 現在就在29左右的位置 其實就去回美國制裁前的位置 就是29至30 所以暫時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那除了你說5G 我經常都說5G 我就比較看好 就是手機設備 那手機設備 最近很多隻都似乎黏一些 反而只剩下半導體 整個板塊繼續升 現在說半導體去美化 有傳中心就在台積電手上 就搶到華為的大單 雖然台積電方面 就澄清了 就說沒有被搶單 但是就算這個傳聞之前 已經傳到台積電就劈華為單 因為雙方其實擔心 美國會不會制裁 因為現在就傳 可能現在25% 美國來源的電子零件 就不可以再供給中國 有傳說要將再收緊 可能10%有美國科技的產品 都不可以供給中國 供給華為 應該說不是供給中國 就是制裁華為 市場正在擔心 中芯會不會可以搶到華為單 因為擔心台積電 其實就不可以再供給華為 除了因為擔心制裁之外 其實台積電的生產都很飽和 所以我想它澄清 可能澄清不是中芯搶了台積電單 是可能台積電本身 都未必可以繼續供給華為 那怎樣也好 現在都存了幾幸 就是中芯拿到華為單 總之 無論你是搶也好 或者是因為台積電不供才能拿到華為單 始終都是一個有利 中芯已經創了近14年高位 突破了14.36元之後 現在都是上升的 現在是15.84元 我覺得有貨當然要繼續保持 我看到今天也有人問一下 現在沒有 今天也有問一下 有貨是否繼續保持 雖然你可能覺得很肉食 但其實我覺得可以繼續保持 暫時上網就是17.5元 其實今天也有試過16元 所以才能夠快 除了這款之外 還有的是同業的1347華雄 現在是22.8元 華雄也是一個做半導體晶片的公司 它是做一些沒有那麼高端的 相對科技研發的程度是沒有那麼高的 但其實它是做一些沒有那麼大競爭的範疇 可以留意一下 現在是22.5元 不過相對沒有那麼可以充得行 如果你看看下方的支持位置 都是20.6元 就在這個前幾天 因為它也有回過 因為之前升得太急 都有回過在這些位置 找到支持 可以用這個位置做一個 最近的止蝕的位置 好 回來看看大市 就準備到這個競爭時段 恆指報28811點 跌259點 在整間榜上 看看騰訊 今天跌幅不算很大 但似乎差一點 因為這幾天 其實它也不穿397 現在就穿一穿 而且也挺大 足夠開啟酒 看看開市 有沒有機會可以修復 而且平保本身也是不錯的 今天也回得不算多 不夠1% 但今天就看到有很多 有北水沽 上個星期我能衝得行 不過如果有貨 回得不算太深的幅度 也可以接受 現在就去廣告 稍後回來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來節目時間 待會再看看收市情況 看到B coin說 想看看175和2318 買哪隻好 今天兩隻都跌 想趁低入貨 兩隻就不同版塊 不過我都逐隻看低 吉利來說 現在跌4.5% 14.82元 其實它早前突破了15.98元 即是上去16元以上 但其實早前突破完 其實現在就失去突破了 甚至要回到這個 其實它一直都在區間上落 早前突破了 其實如果突破 都可以說 你可以考慮買 但其實現在 突破都已經穿回 首先以基本因素來說 其實吉利公司很厲害 收購很多不同外國的品牌 但它很多的外國品牌 其實不是放在上市吉利裡面 所以小股東未必可以受惠 唯一可以受惠 就是可能 共同享用一些生產設施 只可以拿到外國品牌的技術 如果不是 你說其他外國品牌 譬如富豪賣得好 其實就關不了上市吉利的小股東 上市吉利的小股東 其實受惠不了 但至於整個車市 最近看到今天 車股都是整個板跌的 我想可能會是關於 接下來都知道 是不是銷售數據一般 還有今次的 中美貿易戰地加聯協議 裡面有一些條款都涉及汽車 雖然暫時看來 還有一些很激烈的 沒有說實際如何執行的 條款 但似乎會有一個 要加大進口美國車 進口美國車 也是會偏見到國產車 不知道關不關這個原因 還有 我一向都覺得 汽車的銷售一向都很一般 只不過近期 炒相就說是回暖 在差之中 原來又不是那麼差 所以我覺得很一般 再加上現在 這樣去匯發 我想都要有課 小心擔心 穿不穿14.5 至於另一隻 2318 我們今早都說 看好 現在又如何呢 其實它又是高開低酒 因為剛才也說到 北水是有沽平保的 今天開101 現價就穿回 很快上一上紅底 已經沒有了 現在是98.8 不過我覺得 其實如果有課的話 仍然都可以去 繼續保持住 因為平保的早前 就說突破98元 現價還未收穩 可能就收在98.75元 現在都勁價當中 我覺得如果是平保的話 你站在98元 可以買的 也有一個 最近的指示位給你 如果是最短線的 那是98元 就走了 所以都不錯 那個市幅有限 平保又是不會突然間 下跌很多的一個股份 那麼大隻 除非配股 但始終有風險比較可控的範圍 所以兩隻來說 雖然平保比北水沽 就不太好 但相對吉利來說 平保會直撥很多 都是可以考慮買入的 然後我見到 麥兜 就說想回答667 留了很多次 還未抽中 667問些甚麼呢 今天又回回 一點點 看看你是否有留 要問甚麼問題 你說高追了 高追了 要不要止蝕 這樣 你是高追了這幾天 高位買 現在是16.94 咦 有些高追感覺 因為它本身的歷史 開市位的頂 就是17.44 現在就 真的有些高追 而且它突破不了 17.44 就突破不了 這樣的話 情況有點不太好 現在就都競價了 你想 你的問題是 你要不要止蝕 其實如果最短線的操作 是可以考慮的 但始終它可能 都仍然有機會 是破頂 你就看看 會不會等多一陣 因為我很少 接近破頂 接近破頂 又未破到的時候買 要不就等它突破追入 你不如看看 16.48 因為它早前就破位 就突破了這裏 都是一個 再下一層 下一級的阻力 16.48 16.48 你就看著這個位置 會不會可以 這些位置 看到支持 或者有機會 可能要落一落 現在這樣 現在是16.94 嗯 都 噢 它叫你 我都記得 應該早些 你可能就剛剛 今天少少陰 我覺得 現在都要小心 它是否充不了頂 你可以繼續保持 所以都是看著這些位置 希望它可以 真的條兩條 就可以突破了 因為剛剛 就是來到歷史頂附近 未必可以一下子衝破 我覺得 就觀望多一會 接著看看 3380和3669 我也想說一下 3669 因為 車股之中 它都真的 近期最強之選 阿森就說 3380是12.9 有貨 可以在甚麼位置吃了 嘩 就現在吃了 因為這兩天都 現在是13.4 早前 本身它的頂 就是13.38 這樣 現在就收市了 你們就看看 這個13.38 是否可以站得穩 因為這個是 叫做前頂 就是它這次衝完頂 就是再突破了 就是它早前破位 破的位 就是13.38 就是一個指標 因為如果它今次這個位置都站不到 其實就可能 又要到12.6 那些位置 所以你就12.9 有貨 就不要再被它穿下去 否則 到時就沒有錢賺了 我想你也是明天可以考慮找位子走的 如果你是短炒來說 尤其是前日 上個星期 就升得比較多 我覺得可以考慮成的 3669 又不錯 看看先 現在有走勢如何 永大喜車手勢很好 你說終於見到家鄉 可不可以駕上去 指賺多少 今天開9.2 雖然陰燭 但好在都收回在9元的位置 因為其實昨天都收不到上9元 現在雖然陰燭 但總算站穩9元 我覺得暫時如果連9元都再穿 算是很好 如果再上網 暫時就先看9.72 即是下一個前面 即是再高一個頂 暫時都不錯 看著9元 如果9元都塞 我想這些浪就要考慮 短市是否差不多 你說9.3有貨 即是你今天見一見家鄉 但企吻家鄉 看來可能很多人在你這個位置買了 這樣的話 我想再維持多一會 看看會不會家鄉 可以再上少少少 但暫時就先看著9元 如果9元都塞 那就要小心一點 然後沖珠號就說 9.14 什麼位置可以買 9.14 海螺 海螺水泥 近期都很多 即是基建又上馬 很多這些project 又說專項炸 又不斷發專項炸 說得很厲害 但其實它來說 因為它早前創完歷史高位 歷史高位在60.9毫半 這裡 收在60.9毫半 就是它的歷史高位 但是之後 其實就開始倒下來 但你說它差 其實又不是差 但是 除非你打算作為買禮 是長渣 因為它都是龍頭的水泥股 如果長渣 現在來說 預期派式有三里 算是 算是OK 其實三里派式算是OK 也不算是非常吸引 如果你是很喜歡它 你想買來長渣 我覺得可以入 其實就現在已經可以入 因為其實你長渣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你看它 它的走勢 仍然在上升的走勢裡面 但如果你打算短炒那些 暫時就沒有什麼火候 所以就看看你那個部署是如何 我覺得長渣是可以入 接著就 1929 還是178 好一點 1929 週大福 雖然 就真的 因為 過往 香港社會氣氛差 再加上 都不是因為社會氣氛差 本身的零售就是差 因為經濟不好 它真的跌到很金的 一漏出來的熱積都不好 但是 因為你跌也有個價值 跌到這麼長 其實就真的開始有得彈 再加上 氣氛都緩和了 但是你說它又有得彈 其實就 又見不到有得彈 因為它來到這些位置 都挺大阻力的 就八個半 大約就是這些位置 也是突破不了的 八個半 這個位置有阻力 因為這個位置 其實也是它開始跌之前 那些前頂附近的位置 其實已經突破了 但是就 沒得再上 現在都是 八個三的那些 暫時都未突破到 如果真的要買 突破到八個半才買 因為你看到這幾天 每次開在八個半 都被人估下來 不是太過 很值得買 七七八就 我想更加了 那 除了你說 國技術走勢不漂亮 大家都經常見到 那些新聞都見到 就是 沙沙的生意是一般的 就是 除了說 因為現在的社會氣氛 少了內地遊客 其實就算 早前 就沒有社會運動的時候 其實沙沙的業績都是不好的 就是 很多 你看到網上 都很多人開始說 其實究竟內地遊客 即本地人可能又少買 內地遊客 是否還需要沙沙呢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元化的 即這些美妝產品 除了專櫃品牌 很多很多不同的水貨 有日行代購 所以相對 有些人會覺得 它已經未能再融合到 這些內地遊客的口味 所以 178 其實就算你說 始終未必可以太過衝勁 那份業績 你說 技術上 其實 都未能突破到 最近的阻力位 就是1.84 所以 我會建議 兩隻都不要買 如果真的要買 就等那個 周大福 1929 就先突破8.5 突破到才好 因為它每次開在這些位置 都不能再上 似乎 雖然我覺得 你說是否衝勁 那個復蘇呢 我覺得 因為周大福又有關了一些 但 觀點對它來說 都算是一個開完截流的方式 未必說是這麼膩膩的消息 但 始終 我覺得 反而 技術上 還未突破到 因為 都升了很多 其實周大福又是廣州 好 接著 見到 奧菲娜 就說 2018 是否現在值得買 還是應該先等等 2018 其實 這幾天 算是橫行 我一直說 如果有貨可以保持 下方支持位置是62.7 因為 免得你太過分 走來走去 見它升仙追入 見它不動 又走了 當然 這個就很考驗你的持放能力 究竟你有多少資金 資金有沒有很急著要其他用途 雖然說有貨可以保持 但我覺得 如果沒有 又未必值得是現在買 因為 你看到它是真的 自從 去年9月開始的升勢 其實現在 上升櫃是錯了 即是 錯了它的銳器 沒有太過分 甚至有機會回落 我覺得還未有 可以先等等 雖然 兩隻手機 孖寶 都可以保持 但現在 就視乎 未到 一個很好的時機 我看到大家 就擔心 780 大陰燭是否可以 指示走人 我想 多數都是 不過 就看看是否很近 下一個支持位 先 因為 自從上次配股之後 它就 還未死 但今天 又大陰燭跌 8% 都挺金 很多這些 科技股 我想 過了去 最熱炒一段時間 很多時候 它們是大兩彈 又配股 都 令人 失望 現在 12.16 至於 你 走不走 今天 最低 有 12元 如果 最近 下方支持位 就有 11.8 前底 不如 看 11.8 始終 好像很接近 這些位置 今天跌得這麼多 我覺得 差一點 看一看 這些位置 你看到有支持 雖然其實都是要找位 走的 看看可不可以 譬如 明天 因為現在都收了 看看明天 會不會有機會 11.8 這些位置 當然 12元 也是一個重要的心理關口 幸好 它的競價員 其實是高一點 12.16 不如 看看明天 會不會有更好的位置 好一點 才走 Adward 也是這樣 Adward 還有一隻 608 6808 高音零售 今天會多點 部署 對呀 如果你有在Steven Group 或者有看頭的兩節 也有說走 因為 今天始終是高位 昨天收得更高 是10.4 今天都是開10.4 這個位置很明顯有阻力 所以 都是穩穩走 還有 年前幾天的陽竹 8毫白 這些 都穿了 所以 現在都考慮 找到位置 如果你還沒走 看看明天 會不會有機會 可能都這麼上位置 或者再多兩旦 讓你走 走 走勢 始終是差 不過 你說是否很惡劣 暫時還未至於 因為 這個十天線 也不是還沒穿過 如果嚴格來說 它仍然是這樣 當然 現在碰住這個邊緣 其實明天 都很大機會 可能會穿上升軌 但是 也是 因為你今天還沒走 所以 明天 找位置 比較適宜 而且 一早 駕上來 應該是有錢 賺的 現在行節 都完成了 競價時段 指數 收得比較差 位置 今天 收跌260點 不過28,795點 今天還說開 開在29,1 多好 誰知道 都是這樣 音響下來 我繼續看 最近的 支持位置 在28,795點 左右 齊頭 不要記太多 在這個位置 看看 可不可以 有支持 看看明天是否可以彈回 明天 明天 9點15分 再和大家看視 拜拜